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睇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就要請安娜替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安娜你好 我們先聽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請問那隻2239一手1000股 我想問其實值不值得抽 還有一隻叫做營建 今天招股那隻是2000股的 叫1419 還有我又想問那隻114華臣 其實是否六個半那個位置都可以買 因為為什麼我問你呢 因為它的業績不是很好 我昨天六個半又不敢買 今天又想到7元 那是否應該等到六個半才買 還是怎樣呢 好啊 三隻股票 我們先看看國媒控股 5239這隻新股 見到昨天開始就招股了 直到下個星期一 就下午截止 就會全球發售7500萬股 看回公司做的就是 國媒主要產品是事物卡用 中端用戶接收付費電線內容 還有就是MPOS機 即是可以讓用戶通過智能手機 來做信用卡或者借機卡的交易安全支付裝置 公司總裁那方面就說 內地方面民眾重視生活體驗 寧願付錢都不願意看廣告 現在免費電視開始轉為付費 所以相信付費電視仍然有增長空間 剛才李小姐也提到 每手1000股入場費3900多 30號就掛牌了 都細小隻 這隻股粉覺得拆不拆得起 這隻可不可以去抽 我覺得這隻股粉 我自己的看法不是十分正念 始終說雖然說集資壓 兩三億左右 規模不算非常之大 但是最主要始終說公司的業務上面 始終不是現階段市場主流的一些業務 甚至說特別大家對於免費電視的看法 都看得比較正面 始終說免費電視是一個大趨勢 甚至說國內方面 越來越多的免費電視的公司 去進軍這個市場上面 相反地說一些付費電視 反而可能有機會受到淘汰 說到付費電視受到淘汰 對它來說有些影響 始終說公司的業務上面 最主要做一些電訊設備 包括幫助這些付費電視 以及支付系統為主 支付系統都是內地 特別是現階段市場裡面 一個前景看得比較好的行業 但是留意一下 支付系統上 現階段市場最看好的 都是在微信 或者蘋果的Apple Pay方面 相關的業務上面 反而在他們做的業務上面 跟這些業務 是拉不上一些關係 反而在他們的客戶上面 都是一些比較細型的支付系統 現階段可能有機會被市場淘汰 所以論前景 我覺得這個股份 未必看得非常樂觀 炒作空間 我覺得炒作的話題 也不算非常大 入場費差不多接近$3,900 左右 我覺得是便宜的 但是少煮一手去搏 我覺得直播率 也不算非常吸引 所以暫時來說 這隻抽不抽得過 我就未必太過建議 因為第一天 借出來的孖展金額 都只有780萬左右 孖展額仍然未足夠 所以市場反應也比較冷淡 所以我覺得這個直播率 並不算那麼吸引 另一隻想問一下1419 營建醫療 今天開市招股集資最多1.16億 每股1.32至1.51 每手2千股 入場費3,050元左右 現在暫定是下星期二 22日定價4月1日上市 也有些來頭 跟平保旗下附屬公司合資組成平安營建 計劃在明年之前 在上海設立三間醫務中心 2018年之前 會在內地一線城市 開多4間綜合醫療中心 如果抽出新股小隻 它是這期四隻新股當中 雜資規模最小的 這隻又建不建議他抽? 始終形見 可能對香港人來說 大家比較熟悉 始終如果做這些醫療股 或者醫療設備等等 其實看之前聯合方面 好像UMP上市後 反應也不是太過理想 市場始終對於板塊上 沒有太大的衝勁 始終說這些公司 要進軍內地 真的不容易 亦都說 炒作空間不會非常之大 始終我覺得你說 看過去表現 這一類型的股份上市完之後 表現也不是太過理想 而且市場認購的反應 一般來說 都比較冷淡 所以我覺得不妨再多一兩天 但如果看到 認購反應也未至於非常熱烈 這隻我都覺得是抽不到的 好,最後想問華晨 看到華晨想6.5%買入 現在股價升了差不多7% 去到6.99% 之前華晨被大行說 業績差過預期 下調過目標價 阿奴這隻股份 可否吸納6.5%的時間 今天看到股價出現了明顯的反彈 最主要一眾的大行 都覺得他們下半年來講 業績有機會復甦 但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好一點 這方面我不看得太過樂觀 始終華晨一直以來最大的優勢 大家都知道 他們跟寶馬合作 一些BMW的汽車上面 在內地相對地比較受歡迎 但寶馬這個牌子 的確有一定的影響力 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代不代表下半年來講 能夠復甦 有一定的困難在 始終寶馬的汽車 在內地屬於中高檔的消費 始終對於經濟的敏感度 會相對比較大 大家都仍然在害怕 內地的經濟下行壓力 消費市場轉弱等等 所以下半年來講 華晨是否真的能夠復甦 有一定的移民在 所以這些位置去高追 未必太過建議 不過股價的走勢 都見到 之前股價跌到差不多 6.2、6.3這些位置 都有個初步 6.5這些位置 有個見底回運的跡象 我覺得如果要去搏的話 接近6.5這些位置 是可以的 但就要移回 6這些位置做止洩位 反彈目標 暫時來講 我自己先看到8元這些稅平 好 我們回答一下電郵的問題 電郵方面 Karen想問267 267中信股份 她在高位15.7有貨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好 我們講回最近的消息 就是見到她和中海外的單調 其實中海就有著數 中信股份 反而那些條款 不太理會她 Anno 你覺得她的股價 可否去回她的家鄉 又或者應該在什麼價位 選擇去指示 我覺得你說中信股份 其實短期來講 我覺得表現未必會太過差 始終說這些綜合企業 和經濟敏感度相對比較大 大家近期來講 都是在看地方面 有沒有更加多的政策出來 去幫助經濟 如果你說有些扶持經濟的政策 出到來的話 我相信你說中信股份 又好這些內地的綜合企業都好 股價都有條件 再進一步的反彈 不過你說反彈的空間 我自己覺得就未必會太過大 始終說之前市場炒作 中信股份 整個中信系列 會不會牽涉著重組合併等等 這些相關的消息 整個行業整合等等 有這些相關的因素在那裡 但是暫時來說 這些消息 我覺得未必會伺益到股價 升得太多 始終現階段 市場的焦點都不是落在這些方面上面 所以我覺得 從圖表走勢上看 我覺得暫時來說 12元這些位置 都見到有個初步的支持位置 我覺得不穿12元這些位置 可以繼續向上望 目標來說 暫時看到13元這些位置 另外他就想問 698通達 見到他1.6有貨 這隻股份有應該怎樣部署 看看通達1.48元 今天升幅非常之多 升了差不多1.3元 因為他公佈了業績 按年來錄得營業額60.74億 按年增加26.8% 毛利方面15.12億 上升32.2% 順利增長四成到7.03億 每股營利12.6千 每期息派2.1千 上年同期派2千 順利增長 股價大升 這隻股份 是否有望可以趕快回家鄉 始終在說業績方面 考慮空間未必太大 所以兩天都不回家鄉 我覺得都很難說 但暫時來說 始終見到勢頭 算不算太差 我覺得都有條件 繼續駕回家鄉 好的 再看看最後一條電郵問題 他又想問 139 1800 1800 1800 他也有貨 他想問上網多少 看看1800 股價 中交件現在是8.14 升幅超過3% 看看中交件 之前也有些在外國的訂單 還有來近內地方面 雖然這次一帶一路 沒有再怎麼說 但未來他們都會出外面 接多些訂單 都可以受委 中交件 再看海外市場方面 焦點真的不是太大 始終我覺得暫時來說 其實你說這些基建鐵路股 特別說 在去年第四季 開始跌這麼急的情況下 市場不是擔心海外訂單方面做得差 最主要原因都擔心 國內方面 亦都是他們業務最核心的方面 內地鐵路增長有機會放緩 其實這個放緩是大趨勢 但現階段 開始市場的看法有些改變 市場衝擊未來來說 有甚麼可以在政策方面 找回經濟增長 都離不開這些鐵路上 所以未來市場是衝擊 可能有些政策出來 加大鐵路投資等等 所以後市來說 不需要看得太悲觀 從短期技術走到上面 近期股價都站穩在10天線上 整個勢頭上 都會有利股價方面的表現 所以暫時來說 可以繼續向上望 只要後市來說 站穩在20天線 大約是7.6這些位置 可以繼續向上望 短線阻力位 8.4這些位置 如果能夠突破8.4這些水平 目標我覺得可以看回 大約是9元這些位置 嗯 好啊明白 五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阿露做新報 剛才說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的 好明白 一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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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